二、一,请点灯 哇,大家看到没有 这暖白色温暖的灯光 恭喜合并插头园民会馆后车亭 正式任养取用 市政府携手台序公司任养的 这座特色后车亭正式揭幕 缤纷的色彩加上灯饰设计 让当地居民和游客相当赞赏 以前是暗暗,现在用车比较漂亮 天气啊,坑坑坑啊,漂亮啊 一样一样也换的,你看看 我是在台北,然后到这里 我本来是要看这个 但是看这个也是很漂亮 所以我也要拍照一下 今天是刚开始的 以肉类加工品闻名的台序公司 这次特别和设计团队 以热狗铺为发想 融入了基隆美食吉古拉 和正宾渔港色彩屋等设计元素 色彩缤纷搭配暖白色的照明 增添温暖的氛围 多位市议员到场参与活动相当肯定 正宾渔港有称为小威尼斯之称 而这种我们彩色屋彩绘之后 有更多的观光客来这里 来拍照打卡 我想他们应该会有一个 可以等候公车的一个 比较特殊的一个货车亭 所以我们就建议市府 希望有这样的一个亮点 让更多的一个观光客能够到 这个景点能够来打卡 能够行销我们基隆市 所以我们也期盼 这附近也有更多这样子一个 公私协力来一起来打造 这些比较有特殊 这样内容的这样的一个货车亭 基隆市算是一个老旧城市 那我们都知道说 公车亭可以说都老太隆重 真的是老太隆重 那也谢谢我们的邱副市长 真的很用心 我发现他真的是 做很多的在这一年多来 对整个市政的一个推动 包括找钱 包括这个找一些企业任养 其实在整个种种 我看在眼里真的非常的感动 也让我们基隆市整个更活化了 我觉得真的是基隆市很需要这一块 真的很需要这一块 因为这个注入新的元素 也让我们基隆整个活络起来 谢谢副市长感恩您 虽然大家都来这边看着彩色屋 但是呢因为这个后车亭呢 会让他们更活泼 而且呢它也会成为一个打卡的景点 那这个地方呢 让大家更认识台序哦 不然其实我本来也不太清楚 所以非常的感谢 而且我知道它一定会把 正命运港给更加的火落起来 那今天它这个是属于一个美式的一个复古 那也结合那个小猪拿着我们的吉古拉 那非常的有特色 那也欢迎民众能够再次的引起我们的西京的一个景点 那台序今年也已经快要60周年 然后我们在这里是想要呈现一个 缤纷色彩来呼应后面的彩色屋 我们也希望可以交到或者是传递更多的肉品知识 所以才会放到这里有猪肉的部位 然后让大家在等车的时候可能不会无聊 然后认识一些猪肉知识这样 然后另外一边当然也要融入那个基隆的在地风景特色 所以也放了一些基隆的民产进去这样 那希望大家在这里等公车 或者是来拍照来那个渔港 欣赏的时候也可以带一点新的感受回去 我觉得每一个经过这个地方的人 看到这样的光亮 他会感受到基隆的温暖 我们总说留一盏灯给夜归的人 那同样的我很希望 这个地方可以留一盏灯 给所有经过不管是基隆的人 感受到回家的温暖 或是非基隆的人感受到基隆的关怀 而且是可以企业形象 我觉得也就是ESG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永续的一种手段 虽然它不直接去减碳 可是各位知道 如果有一个很漂亮的环境在这里的话 我会看这个风景 因为有水 因为有港 内港 所以它的倒影跟反射呢 我觉得比高雄更美 那我也期待说游客来这边 不只是为了打卡座跟彩色彩屋拍照 而是能体会西洋市政府 在企业合作的这一块 其实真的下了一份很大的心理 那我们也希望说 未来镇冰港可以越来越好 背景就是人气景点镇冰色彩屋 这座特色后车亭的座位也有巧思 除了等车的座位之外 另一面还可以让游客坐下来赏景 揭幕这天就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拍照 相信未来也将成为和平岛的特色打卡点之一 市府表示也将持续携手民间企业 加入任养后车亭的行列 共同来打造城市新意向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